字幕-放誹找 好難,有人知道 dashboard,你讓你再說一次 有些人自己寫告訴文欄如誦冊念冊字 現在我要訓練,就是 你自己寫一篇文,或者讀一篇文,譬如教人讀報紙,我寫在學校裏面 要計時間的,要找個馬標幫你計時間,譬如那段有三百字的 句鬥分明,標點符號,不要讀得上戲不接下戲,句鬥是很亂龍的 那個要訓練的,那個就是你可以貫注的情感,還有你究竟對那段文字的形式有多深 有些人讀一篇文字,難怪的,如果人家的助理寫給你讀,那你當然讀得很快,讀得快會讀錯字 好像我剛才讀錯字,那些人沒有留意到,讀得快,我都讀錯字的 所以這些是有得訓練的,所以明天開班的時候,我們會教大家有興趣做議員的 有興趣做議員,有興趣不代表做得到 有興趣做議員,當然是民建聯,穩陣些,位多了 有興趣做議員,民主黨不要去,一定是混蛋了 你看他們做了那麼久都不能上位 沒有啦,民主黨你經過三跑之後就沒有啦 不過三跑之後我覺得你還要多說一些 三跑我都一直說,繼續說的,我剛剛約了張炳梁他不就發 但你民主黨現在這個取態是可以說的政治自殺來的 他可能認為不是啦 這番善眾家仲有誠心不惜,又說發些微債券,可以方便公眾監察 不是,你現在說不到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你設立一開 立法會監察那個政府的財務 不是,這個最重要,尤其你作為一個立法會員 現在梁振英的做法,基本上就是要廢你立法會武功 我現在告訴你,你明白嗎 之前一次已經將二十多個非經常性撥款 放進預算案,包裹,要你立法會通過 就不去財委會 這一次這一千四百幾億,我們當初的理解就是 去年,機管局的人來找立法會員分批去談 我也有份去談的時候,是從來沒有提過有一個這樣的用詞方案 當時大家的理解都是,這些重大基建 你是要來立法會財委會拿錢的 所以你才來納比我嘛,對不對 就是梁振英,我告訴你 他可能就是說,他跟趙善波,馮偉剛,或者共產黨中聯辦 坐下來開他們的會 談了結果就是,他們搞不合作運動嘛 你不用給他的面子,現在行政主導 你繞過立法會都可以的很多,就是這個意思嘛 他現在就是看通了你這幫泛民主派,銀樣立槍頭 磨難怕,沒有卵袋 他看通了你,他又不怕你,我告訴你 還有你現在激進派又開始走樣 他根本就不怕你,黃毓民一條人,不足為患 他是看通了你的人,你明白嗎 所以他現在這個做法,你看看有什麼反彈聲音 其實你要出來,泛民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聯署聲明 譴責他,民主黨一定不會簽嘛 是不是 你這種繞過立法會的這種,立法會的武功就被你廢了 是不是 你不可以經常說,為了效率 因為立法會會打拉布在財委會 所以我為了效率,我要繞過你立法會 是不是 我行政會議一拍板 那經過一些所謂的其他法定程序 這個三跑就可以起跑了 這樣做法嘛 那如果來到立法會就麻煩了 是不是 來到這個財委會 喂,你不搞他兩個月嗎 最少 是不是 繞過你 是不是 那有些人就說,效率第一 你為了香港經濟,快快快快起,三跑 是不是 是空域問題未解決 都可以起的 是不是 效率最重要 為了香港的經濟 是不是 但是 民主政治,它是沒有效率的 令到政府 而它這種令政府沒有效率 是有好處的 就是你會在魔鬼裡面找細節 你明白嗎 就是魔鬼在細節 應該是這樣說 是不是 就是說你去雞蛋挑骨頭 真是有機會被你挑骨頭出來的時候 你就等於維護了公眾利益 是不是 你那個行政立法兩權 就是那個制衡 就是這樣來的 它當然沒有效率的 怎麼沒有這個立法會多有效率呢 是不是 你做什麼都可以,當然有效率的 那就混蛋了 撞著那個神經病 清差剛剛放出來 好像梁振英那樣的 那你沒有人去監督他 是不是 他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很有效率 那你就死定了 對不對 政府立例 你真是 不准口交 是不是 新加坡當年也試過 是不是 打騰 吃口交 一定有效率的 沒有立法會 一定有效率的 民主政治就是 它有一個兩難的 我告訴你 但是 就是因為這種兩難 它到最後要保障了你的利益 所有人的利益 就是 等於 我們很討厭那些報紙 搞Yellow Journalism 我們很討厭那些狗仔隊 騷擾我的家人 但是 它做了十件壞事 有一件 就是 通過這種手段去揭發 政府的黑幕 是不是 那 它就等於 已經 就是 功可抵過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兩難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我們反對 潛擾法 立法 就變成了對付傳媒 是不是 傳媒是很糟糕的 我告訴你 就是等於現在 梁振英說 Wall them out 其實我真的很想 Wall them out 不過我沒有這種能力 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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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班 包括我在內 它可能也說 但是我沒有這種能力 但是你梁振英說的 是不對的 你是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人 你有什麼資格 叫那些選民 Wall them out 那哪個Wall you out 請問 是不是 個個講都可以 立法會議員的不同黨派說 選民爭兩眼睛 下次投票 不要投給民主黨 那 表債表償 可以說 是不是 如果你行政長官 是一個執政黨 通過選舉產生的 OK 你都可以說 這些反對派 阻礙著地球轉 令到你公共利益受損 大家都要爭量下征 下屆選舉 Wall them out 那就可以了 你想好你梁振英 你青山剛剛放出來的 你只有我689票而已 你說什麼話 Wall them out 是不是 我今天如果有得問他問題 我一定是這麼說的 你青山剛剛放出來的 是不是 說這些話 你個個都有資格說 就是你沒有資格說 是不是 你只有689票 現在個個大大聲 連劉慧卿都叫他689 真是多人 全部都是 就是 發明689個人在這裏 是不是 就是你這班人 你什麼又要爭拯我 又要撿我口水尾 是不是 是不是 自己想一些辦法 有些創意才可以的 是不是 就是個個都有資格 說這個 所謂Wall them out 就是你梁振英 沒有資格說 這個很清楚 是不是 你現在厲害的 就是 立法會 不要說 廢個武功 當然不要選 下一屆廢 是立法會選舉 是不是 全部恢復委任 這個違憲 不要違憲 你會叫人大常委會 快要整個個決定 哈哈哈哈 一樣 叫人大常委會 寫個決定 831 現在叫做 可能931 寫個決定 就可以了 是不是 等於以前三部曲 可以變成五部曲 又不是你人大常委會 是不是 為什麼不行 你共產黨有什麼叫做不行 你告訴我 現在你看那些 不斷趕盡殺絕 抄家 都可以了 基本上是政治鬥爭 反什麼貪腐 是不是 你有權 是 權力在你手 當你沒權的時候 你就又抄家 是不是 現在大陸就是這樣 我告訴你 多危險 是不是 所以未來的形勢 就真的 都是非常之險惡的了 就是 共產黨 那個干預又越來越多 梁振英的政權 又越來越穩固 是不是 那你就天天在那裡哭 天天繼續在那裡舉傘 每次都來 又下賤書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黃楊達的影響 叫你賤書 只是賤書 有些新意 大陣子說 什麼賤書 生人辯論 那贏了又如何 那個辯論 你不是天天在立法會辯論著嗎 你們民主派的主張 不是大家耳熟能長 還要辯論什麼 劉良振英出來辯論 我當你贏了 當你贏了 是否真的有真普選 有你們所說的真普選 請問 又不是 有什麼可以做 是吧 除了好像現在這幫年輕人去衝 有什麼可以做 是吧 就是 一位長者就經常教訓我 不要教了 有差用嗎 是不是 香港人一定要死一次才行 是吧 你整個政府 腐敗都不堪 你看看 之前我張振苑多厲害 做行政會成 現在是指什麼 差幾十萬 你搞到破產 可能要坐牢 是吧 人工而已 其他那些都沒計 是吧 其他那些可能被你梁振英包庇 是吧 沒事 劉武雄有事 是吧 兩個都是 肯欺負義仗 當年 選舉的時候 一個有事 一個沒有事 一個多口 是吧 即是香港的政治 淪落到這個地步 是吧 你看看 現在 滿朝文武 誰是像個人樣的 被你說了 稍為像樣的 那些是高永文 因為他比較專業 做回這個 食為局長 那就可以了 那個教育局長 那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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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 這個張炳良更加不忍之所謂 是吧 做過民主黨副主席 會點主席 民主派 是吧 跟著他跟馮偉剛 基本上沒有分別 殊途同歸 大家會點 現在跟這個 港共政權做事 賣相沒那麼醜 是的 賣相比較斯文 學者 那你屌你 又是賤人一個 那你說 有誰像樣子 林鄭月娥 哇 你看她的樣子 越來越衰 雙柔心生 一坐了這個位 整個樣子都走光 沒有得搞 那這些 不用被推翻的 因為有爺爺照轉 解放軍就在隔壁 多害怕 你說真的 遲早有 一天解放軍 入到立法會 都不出奇 因為警察要進來一次 就不爭 還有機會解放軍 進來立法會 是吧 所以你想想這番 泛民主黨派 為什麽不會戒慎恐懼 舉一下姐 好了 你有沒有擲東西 擲軟東西 好了 黃毓民擲杯 立刻要跟他劃清界線 是吧 你怎麼擲夠你 代表我反對三跑 為什麽反對三跑 跟紙飛機有什麽關係呢 請問 擲紙飛機做抗爭動作 最初是黃大金錢師那裏寫的 不是 擲過的 擲飛機擲過的 那次是不一樣 那次是反高鐵 大規不明白 那個擲飛機的意義 跟這個是不一樣的 這個立法會接幾隻 就是紙飛機來擲 就說你反對三跑 他那時不是反對三跑 他是反高鐵 那次是包圍立法會 是吧 他要做一個 就是 有一個畫面做出來 就是那個 柔性抗爭 這樣而已 其實都是不搞笑的 我覺得是 是吧 都是沒有用的 基本上是 是吧 但是 那時候就覺得新穎一點 那你現在再來擲紙飛機 在立法會那裏 試齒什麼 你告訴我 是吧 既窮 兩個字 是吧 所以你見到 梁振英 嘴渺渺 在那裏 陰陰笑 你就知道 是吧 然後曾俊華 就 沒有意義 基本上是 我掃曾俊華那本書的時候 他是反面的 你知道嗎 蔡正義 他搜到桌子 連水都掃掉了 沒試過被人這樣 你現在爭辯他有什麼用 他就這樣 這個手勢就是這個手勢 他這樣就是這個手勢 其實是 梁振英現在還拖的 你看看 你留意 對不對 因為那些人的水平低 他當然還拖 我跟他說他還拖 我跟他說他還拖 他一樣 是不是 你大聲不夠 我大聲的時候 主席喝著我 黃東民議員 就是 去到這個地步 我都覺得真是 無可為的 因為可以做 台長 所以我們只能夠將他希望 寄託到這些 就是 英雄出少年 除了這樣之外 就真的 都沒什麼辦法 沒有 那你 剛才你提過的名字 那些 其實應該大家 共同想的方法 去跟他們做一個平台出來 讓他們可以 繼續發聲 是不是 就是 你 不要想著說 寫文或者說話 沒有用 三四年前 我們說 那個時候 說這些 今天說的話 沒有人聽的 沒有人聽 幾年之後 當時說的 還被人恥笑你 笑你 愚蠢 今天也還有 但今天不敢說得那麼大聲 要笑起來 都要 現在我看到很多他們的文 你明白嗎 發覺我都不用寫了 這個很重要 很高興 發覺可以不用寫了 譬如我經常看 無代台的文 看阿齊雅明的文 看《墳場新聞》 看《墳場新聞》 我們還需要什麼寫 是不是 是不是 不用寫了 是不是 我們一定寫得沒有它那麼好 是不是 現在怎麼搞 我想都是借回蔣介石寫的字 苦產代變 苦產代變 但是又未必的 你現在看一下 即是說 跟著未來這段時間 這個政改 已經在兩個月 去到尾聲 是否 正改 原地踏步也好 或者 通過也好 都會有 有很多反彈 這個很多反彈的話 究竟是怎樣 會達到什麼效果 這個大家就很難預料 我覺得是另外一個階段 整個抗爭運動 另外一個新的階段 這個是一個分水 所以你剛才台長提到 今年的七一 可能是比較特別的 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能 人少了很多 又可能人多了很多 是不是 兩個可能 就會造成 就是 有一些衝擊的 如果你人少 就是說 那些人厭權這種 遊行的方式來抗爭 因為是無效 人多的話 可能就是說 經過那七十九日 佔領運動之後 大家覺得 要走出來 接著就繼續佔領 利用那天人多 可以繼續佔領 但是如果你有深入分析 在這個佔領期間 幾個佔領區那些人的 就是那些性質 抗爭的什麼 你就不會覺得 在這個 七一遊行 那些人一坐在那裡 不走 會有很多人 當初我們都覺得 如果有人發起 這樣坐下 可能都會造成一個 對警方造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但是現在看看 那些和理非非都是佔多數 那些肯抗爭 坐在馬路不走 那些就很快被人抬走 那些打得很金的 還有會打 還有你看到 梁振英現在的姿態 其實他好像勝勸在握 是不是這樣說 七一也有辦法對付他 起碼空有成竹 以前都做過一次余集 一些rehearsal 所以他那次說得很清楚 你們是內耗失敗 拖那麼長 你就實死 你看他初期的時候 還有少少戒慎恐懼 到後期的時候 當這個 用禁制令的方式去清場的時候 你看他已經是真是 那他覺得 一出一個禁制令 一出一個禁制令 你們就自動跪下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就是 今次如果出得來的 人多人少 大家都會吸收 對上幾次犯那些什麼錯誤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一個國駕一個高鐵 犯那些什麼錯誤 哪些人 是不適合領導這個運動的 了言於空 大家都很清楚了 很清楚了 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人去replace 去取代這幫人 誰是人 誰是鬼 已經很清楚了 不適合不適合 所以我想 我覺得 學聯合是不聽你的電話 是對的 問題就是 你可能他怕 你一見到他 就說回那次的事情 我想他有個先天性的 不是我有東西請教他們 因為 我抱著一種學習的心態 有東西請教他們 他都怕我什麼 這個很明顯 就是 有些人在打毒針 沒有人惹這個人 那就是那種 你為什麼打毒針 打到名字這麼香 為什麼不打毒針 都不找你 OK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 下個星期一再見 我們現在的節目 就有很多 有 有時間表 時間表我和英文都看過 我想先講講 My Radio的節目 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多到現在 我們眾質不眾量 台長一向都 不是啊 你的原因很簡單 我們都沒有這個 你現在大香港早晨 嚴家常是與時報那邊做的 不過我們就是亂播 我們有一套的光 放了之後就做 這兩個小時 我們也有份 下面的節目就是我們的 有些人覺得 我們的節目很零散的 但我經常強調 我們的節目是高質的 應該這樣講 有些人很少眾 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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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為什麼剛才 翁文提到 那個節目 以前我們那個 數量偏少 現在可以多 最重要的 就是踏入 2015年之後 很多年青人 是主動走 來找我們 翁文你要提一提 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 在這個 遇上革命之後 很多年青人 覺得 很多的 其他的節目 或者是表達不到 他們的心聲 而最重要的 就是表不打 他們不會再嘗試 找其他人去表達 是自己出來講的 這個跟我一邊講的 就是 你現在的年青人 已經不想找人 去代表他們 無論行動上 或者言論上 這個翁文 我都要記住的 他不會跟你說 翁文 或者台長 我有些話 我想你們 不會再講這件事 不會的 是他們自己講的 自己講 這個是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動力 就是 我們都開放了 這個MyRadio 這個台 給他們去講一些 可能那個 經驗上 或者其他方面 他們未必那麼老練 但是做下去 其實我可以擔保大家 就是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都 說陳文初初做過節目 都很不行 老實說 沒有理會 就不行 但是現在幾點 你看 做下去 一代中私 真厲害 最重要的 就是 這個是反映到政治的趨勢 就是 無論現在出來 本土運動 什麼新的組織 他出來 或多或少 都犯些錯誤 或者經驗不足 但是你不要說 因為一次的錯誤 或者 有些什麼 輿論上的攻擊 你覺得 是整個運動 沒有希望 其實我告訴你 這個運動 可以說 它將會成為 香港政治的主流 這個 我在這裡說 就是 這個時候 代表著這件事 是代表著 整個香港 本土運動 正式進入 香港 政治論述的主流 無論你同不同意 都好 或者你現在哪個人批評 這個本土運動 或者香港的 這個 什麼運動 是很表面的 還有一件事 我們必須可以在這裡說 就是 第一個 有完整本土論述的節目 就是MyRadio 是 所有網台 現在所有網台 你之中 講本土的 亦都是MyRadio 就是 客觀事實就是這樣 第一個講本土運動的 節目的 網台就是 MyRadio 這個很清楚 是不是 所以 現在多了兩三個節目 都是講本土的 一個 就是 北京 和 建國研習班 那個就是 學術性 比較強一點 所以現在 先開始由美國講起 遲些可能就講印度 講很多 講很多世界上 那些 所謂國家 脫離殖民地的獨立 也好 就是 新加坡都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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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被迫獨立 都可以講 還有可以講 那些分裂國家 到最後 就是統一 這個好像 就 就是 跟獨立無關 但是跟建國有關 就是 東、西、德 東、德 西、德 是今天兩個德國 明天一個德國 大家都有這種 期待 那你講這個 要講一下藍斯拉夫 原本又沒有這塊東西 弄了這塊東西出來 弄了這塊東西出來 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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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就是要砌一下就砌很多東西出來 對 那我講這些是用來做參考的 也都啟發一下大家的思維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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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